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华严经》第四部的送念 我们今天送到卷山 在卷山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的神在祝词 那在这个卷山是世主妙颜品 有非常多的神奇 还有我们熟悉的天龙八部都来致词赞叹佛陀 那到底神是什么 我们这一堂课就来了解什么是神 在世主妙颜品里面 除了菩萨摩赫萨来参加这场法会之外 我们的所有的佛经就会发现 有很多的神灵 这个神灵它是有位置有等级的 从华严经的架构里面 我们在卷一是所有的世间主的集合 他们的集合顺序 从最低阶的直径刚神 到最高阶的天王 但是至此的时候呢 要发言的时候啊 是从最高阶慢慢的顺序 次第而下 所以我们会发现 这个世间的规则 在神灵的世界 也是行得通的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这个世间法 所行的这个规则到底是什么 所以在华严会上呢 我们可以啊 看到这整个世界的缩影 所以来读诵华严经 我们会深入法界的状态 那这个法界是什么呢 有时候我们要认识世界 要从一个更深刻的角度来看待 那么我们来看到 华严经里面的 所有的云集之重 它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同身 一类是一身 什么叫做同身 所有的菩萨摩赫萨 叫做同身 为什么 我们会发现到任何的寺庙 你会看到佛像都长得很像 菩萨如果他们的穿着打扮不同 那你才能够分辨 这个骑狮子的是文殊菩萨 骑大象的是普贤菩萨 可是如果菩萨跟佛 手上都没有拿任何东西 你会发现佛长得很像 菩萨也长得很像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相由心身 所有的佛跟菩萨呢 都是功德圆满之身 那功德圆满都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所以都同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相貌呢 因为所有菩萨的心跟佛的心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契入了这个法性 乃至于契入了所有究竟的十相 依着同样的愿力 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功德之相 所以菩萨叫做同身 我们讲同身极乐果 就是我们同样的发愿 同样的弃物 同样的没有烦恼 所以这是菩萨 但是呢 除了菩萨之外呢 诸天神王啊 总共有三十九类 这个讲叫做一身 一身呢 就是像我们人也有很多的差异性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那我们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这个天地鬼神 为什么长这个样子 乃至于这棵树 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 这朵花 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面呢 就大开眼界 原来啊 这个天地之间 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神 连虚空都有神 连白天都有神 那到底神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这一堂课呢 跟明天啊 我们都会念到很多神的一个言论 来自于他们的赞颂 那所谓的神呢 我们一般有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超自然的 我们看不到的神奇 神仙 神灵 神明 或者是呢 有时候啊 我们说这个人啊 料事如神 神机妙算 似乎跟一般人不同 我们讲神预测 甚至于现在网络用语 就是某某大神 那这个人 那这个人好像有一种超能力 那如果我们再讲一般最平常的呢 就是这个人很神气 很有精神 甚至于呢 神采飞扬 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用到的 这个神的这个词 那在佛典当中呢 那在这个词典当中就介绍了大概三类 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与主宰者 一般称为神 或者是人死了 在中国人的信仰当中呢 圣贤或者是你敬奉的人 死了之后的灵魂 神事 就是神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关公 他变成神了 关羽 关云长 那或者是呢 福德正神 就是土地神 或者是呢 王爷 那我们一般呢 就会觉得 这个神明啊 似乎跟鬼有一点关系 那到底神是不是鬼呢 那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人的精神 或者是注意力 那佛教里面讲到的神呢 大概也就是从这一些一般人的认知当中 我们来了解 那不管你是有神论 还是无神论 现在这个世界上啊 很多民族都有神明的信 有神灵的信仰 那有的人认为呢 这个神就是佛 有的人呢 认为佛不是神 那到底佛是神 还是不是神呢 如果佛是神的话呢 那到底神 佛的阶次跟神的阶次 要怎么摆 那如果佛不是神的话呢 那佛又是哪一类的呢 哪一道的呢 所以我们会看到呢 这个佛教呢 它其实不是有神论 或者是无神论 不是有神的信仰 或者是无神的信仰 因为有神 因为有神无神呢 其实基于你相信有神 你会敬拜神 以神为最高的目标 比如说信我者的永生 那这个呢 就是好像这个神奇啊 是你的信仰的目标 但是呢 佛法里面啊 它不是信仰神奇 那它到底信仰什么 它信仰你自己 所以佛陀呢 讲自归一 你要相信自己就可以成佛 那有人说 哦这样子就是意思就是 我死了之后 会变成神明给大家拜 其实不是 是你要相信你自己的内在 有一个灵性 我们每一个人 人人都有本具的佛性 好第二种呢 当你相信人人皆可成佛之后呢 你依据你自己的修为 平常在世间的不同的责任归属 它会有不一样的正报跟依报 那正报跟依报啊 只要我们的心是能够提升的 它就会从平凡的状况呢 提升为神的这个状态 所以呢 佛经里面会看到很多个是各样的神灵 那这个是我们的心性里面呢 做了一个提升跟守护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讲到的神 佛教承认有神 这个世界有各自各样不同的精神层次 那这些神呢 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跟人的关系是什么 就像师兄一样 今天他是佛的弟子 他也相信他可以成佛 只是他扮演的角色不同 在这个世间 他负责的领域不同 所以有守护土地的 有守护树的 有守护山的 有守护海的 所以就有这一些的 这个虚空神 树神 山神 水神 火神 这个呢 如果以我们一般来讲呢 就好像我们现在人的这个长官 我们有地方的首长 我们有各个地方的负责人 所以家也有家的神 乃至于呢 这个国家也有国家的神 白天有白天的神 晚上有晚上的神 像我们今天呢 听到三财同志 五十三餐的故事 就是在讲主地神 他是管地的 但是管地 这个地不是他的 他是依着他自己的愿力 跟他自己的习性 他的专长 就是守护这个土地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佛陀他其实教我们 一个世界观 就是观察这个世界 原来有这么多的各式各样的类别 那你要信仰吗 你也可以信仰 有时候呢 我们就是不同道的 可能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敬畏之心 所以过去呢 孔子讲啊 畏之人 也能视鬼呢 所以呢 你要去问鬼的事情啊 哎 这其实我们先把人的这个工作做好 那自然而然呢 你就可以另外一种的机会去接触 但是如果你的心没有敬畏之心啊 那恐怕呢 你只是一种恐惧而已 或者是好奇 那我们就要知道呢 我们君子有三位 为天地 为鬼神 为圣人之言 佛陀 他在教导我们啊 不是要有敬畏之心 而是要有一种恭敬之心 我们来了解这些神灵 如果呢 他是可以控制你 可以主宰你的 你恐怕会害怕 你觉得呢 如果没有做到达到神的旨意 你会受伤 或者是会被处罚 那如果学佛啊 你是用这种被处罚的心来学佛 我现在做坏事啊 我会被关到 这个地狱里面去 或者是我现在做坏事呢 老天爷会处罚 会降灾 那如果你是用这种害怕的心 而不敢做坏事 这种约束力啊 其实是比较小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一旦我不信神 那这个人就无法无天了 那如果呢 我们知道啊 做坏事 做好事 是自己行善的修养 是自己呢 不做坏事 不是因为有一个 谁在监督你 那你这时候是自发心的 你要依据你的良心 良知 良能 乃至于你的亲近的佛性 你不染污他 所以你不用错误的行为来污染他 那这样子的信仰呢 是一种正性 所以 佛法他其实教导我们的一套 正确的游戏规则 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因果两个字 我们福音因果不是因为有人在监督 不是因为有一个主宰在掌控 而是因为我们发自于内心去观察 用智慧心来生活 那自然就会产生一种生活的态度 跟生活的模式 所以如是因如是果 是一个正确的学习 凡是呢 相信佛法 听闻佛法的所有的一切的众生 这些类别 虽然形态各异 执掌各异 我们在这个世界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有各种类别的 但是我们都学习佛法 我们都想要启发清静的自信 也希望能够让这个世界 可以因为我们的发心 守护世界的安全 那这样子的众生 我们就可以说他就是神 所以我们有听到天龙八部 叫做护法神 那还有呢 各个地方的 你看不到的 有形的 无形的 这个神灵 在守护着这个地方 这叫做杂类诸神 那如果呢 他是天类的天人 那他就是玉界色界的诸天神众 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华言经卷一 你会看到 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神 那你会不会是其中一种呢 有可能因为我们自己在修行 我们在现在的人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在守护着人类 那我们呢 可能是做政府的 做官的 或者是呢 我们是做这个百工的 是做生意的 做企业的 你也在守护着一群人 或者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是在家里面做家管的 我也是家里面在 护持守护着这个家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也可以成为神 只是我们一般呢 要了解 我们要有一种尊敬 恭敬 那来自于水洗之心 当我们读了华言经 你会发现 原来这些神啊 也在学习华言的精神 他用华言的精神 用佛陀慈悲为怀的精神 在守护着这个地土地 所以当我们在送念的时候啊 我们会发现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 跟天地神灵相感应 为什么 不是你去跟他通灵 不是 是因为我们都一起 在佛陀的座下学习 所以这个十九类的众生啊 他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各个地方的守护神 有很多修行人 我们过去呢 住在山里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修行啊 这当地的神明 他是有感应的 山有山神 水有水神 所以呢 他不是这个山是神 是守护这片山的神 叫做山神 守护这片灵的神 叫做灵神 守护这个药的神 叫做药神 那守护这棵树的 叫做树神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讲福地 福人居 一个有福气的人呢 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很有福气 很安盈 没有灾难的 甚至于呢 我们自己啊 会发现 如果 道高 龙虎福 得众 鬼神 亲 这一句话呢 会随着我们自己的修为 你渐渐就能够感应得到 好 所以呢 这一色一香啊 都是佛陀 慈悲的 庙口 金宣 那也是呢 这个世界 给我们的一个 这个恩赐 所以我们要敬畏天地 鬼神 而不是呢 因为天地 鬼神会控制 主宰我们 而 你要去 敬奉他 或者是要 这个 奉承他 好 那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 你就会对于神 彼此之间的相处 或者是 什么样子的因缘 来认识 这个神呢 你就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所以我们是一个 简单来讲 就是师兄 大家互相来支持 那同样的 我们在修行呢 也有这些神灵 甚至于 护法隆天 他在守护我们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不用害怕自己是孤独的 甚至于呢 这个世界啊 都是彼此之间相通 大家都在 互相的修炼 互相的成就 那这是华言法界 不思议的状态 刚刚开始呢 可能很多人觉得 念了这么多的 这个佛 这么多的神 这么多的菩萨 跟我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呢 这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 过去有很多修行人 住在这个地方啊 因为他的修行 而成就了殊胜的功德 很多神灵呢 会来护持他 会来用功 所以佛陀的经典里面呢 也讲到 不只是北传的佛教 因为有信仰 这个本来的社会 就有神灵的信仰 神明的信仰 所以我们相信有神 南传的呢 有很多的经典里面 会提到 这个树 也有树神 这片灵 有精灵 甚至于这些精灵呢 听了殊胜的佛法 他们还会拍拍手 有时候呢 听到呢 一个弟子 他的不如法 这些精灵 还会起烦恼心 那所以呢 表示啊 当我们一个人 在修行到心法的时候呢 你就会感应 甚至于跟 这些神灵相通 那我们呢 当然不是要去 变成疑神疑鬼 而是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心 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这个心呢 是妙不可言 而且我们真正的 在心灵上修为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 原来啊 这个真如自信 乃至于 大地跟人 天地人之间 是没有办法 分割的 不是外在的地 是地 内在的人 是人 我们以前呢 都认为自己是这样 所以对于这个大地啊 没有爱惜他 但是当我们真正的修行到 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原来啊 一报跟正报 是一体的 然后这个心跟物 是 合而为一的 那这样子呢 你对于自己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就会重新再定义 重新再审视 那也希望呢 大家 藉由 佛陀的经典 的修炼 我们慢慢的 深入 到底这个世界 是怎么一回事 宇宙人生 乃至于人的定位 我今生 生而为人 我究竟应该 要如何来善待 这一片土地 善待自己的人 这个存在 这个身份 这个角色 所以身为 华严经的修行者 我们慢慢的了解 华严经 到底佛陀 要教导我们 作为一个世间主 我们怎么样 来行菩萨道 来利乐一切的友情 那我们明天呢 再继续 再探讨 这个神的 这个内容 今天的开示 致指 功德圆满 阿弥陀佛